前桃園市长郑文蔡被检方查出涉嫌贪污 最后法院裁定500万元交保 检方当庭提出抗告 桃園地院以最速件的方式送到高等法院这边 如果最后是撤销发回跟裁的话 最后也不会由同一个法官审理 专车10点就从桃園地院出发 11点前就抵达高院把抗告书送到收发室 因为是最速件星期一上班日一到 桃園地院开始作业包含影音卷证送印盖章 函稿制作好后指定专人办理 高院承办人及时处理分案 很快的不到下午5点检方抗告成功 高院法官裁定全案撤销 发回桃園地院跟裁 郑文蔡案还有这个焦点引起讨论 就是郑文蔡这500万元只花不到半小时 律师就带着保金现身办保 拿出好几叠的2000元大钞 而郑文蔡交保当天是假日 虽然说至今还没有透露他这个保金的资金来源 但是随手都拿出这么多的2000元纸钞 也让外界质疑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 院检部同调也引起司法界讨论 因为其他被告都已经被收押 检方讯后迅速胜压郑文蔡 推论是掌握关键证据 但以法官的裁定理由 或许可能是认为检方提出的证据稍嫌不足 另外有法界人士认为 类似贪污案件 搜索住家办公室查扣手机 都是常见的侦查程序 但郑文蔡只被约谈 就被深压算是罕见 这回告院撤销理由是 没说清楚被告会不会串证或逃亡 郑文蔡也将重新被传唤凯庭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